台中市长林佳龙曾经说过水势流动的城市灵魂 因此他上任之后 也积极提升台中市的河川流域环境 这一次出国参访 市府团队也特别前往荷兰路特丹市的水广场 这个曾经获得2013年 欧洲城市公共空间设计奖的水广场 不只有注水、制红等功能 更可以成为民众户外运动的场所 市府团队也希望能够吸取他们的成功经验 结合绿、六川的改造计划 创造具有功能性的水岸空间 广场上的年轻人舒服地听着音乐 有的则适合三五好友在玩滑板 所以广场的悠闲与友善空间 为城市带来另一种风貌 市长认真的听着环境设计师的解说 希望借尽这座结合除水与制红等功能 曾获得2013年欧洲城市公共空间设计奖的 水广场重新打造绿川及柳川周边的水岸空间 我觉得这个设计是让它平常 人们就可以在这边打球 甚至在那边运动跳舞还有教会 办活动的设计可以利用这个空间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是我们台东市可以来参考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这一个整个它的理念 就是把这个雨水跟污水也做分开 所以这个基本上还是保持一定的水质的干净 居高临下路特单岗风情尽收眼底 货船进出也为城市带来经贸收益 除了参观水广场 市长也专程拜访路特单岗物局 为台中市正在推动的双岗计划借尽取经 台中港现在除了招商 包括山井不动产 来这边设这个就是大型购物中心 我们也在发展游轮游艇 以及未来离岸风力的一个就是码头 那这个都需要继续填海造路 那他们的技术跟他们的经验 也很可以作为台湾 是台中港的一个参考 台中市近年努力发展观光 河川流域环境可说是城市灵魂 市长努力汲取经验 不仅希望结合绿川柳川改造 及中区再生计划 创造具有功能性的水岸空间 也希望借近路特单市港合一的经验 发展物流产业 以及带来观光人潮 在旧风流军荷兰采访报道